事故发生之后,责任方赔偿了黄家80万元 黄家人也对赔偿款进行了妥善分割 可是黄芳却遭到了继母的排斥 并被继母赶出了家门 一场家庭纷争由此开始 那么黄芳和继母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难道说继母是想独自霸占房屋吗 您跟我说你现在是被继母赶出来的吗 对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就是现在不让我进家门 不让你进家门 你爸爸是什么时候过世的 7月1号 之前你也生回来这个家里面吗 之前我是偶尔回来 眼前这名柔弱的女孩便是黄芳 她告诉寻情小组 四个月前自从父亲离世后 她就再也不能回到自己家中 几天前 她试图带着自己的亲生妈妈回家跟继母理论 可没想到被继母打了出来 如今她依旧无处可去 难道说当黄芳的父亲离世后 继母刘秋云就要霸占房屋赶走黄芳吗 现在我爸爸才去世几个月 我竟然连家门都回不了 然后我妈妈她就陪着我 想到我们那边 也陪着我进行调解嘛 还没等我们把调解人员喊过来 然后我继母 她就对着我 拿着那个扫帚 一顿乱打 这是她踢的这个腰子这里了 踢的我妈妈了 这是她抓我了 这是了 猪鼻血 这样当时这一块全部都是嘛 最主要的是我妈妈 当时这全部都是血 黄芳表示 十二年前 当父母离婚后 自己一直是由父亲抚养 如今生母早已重新组织了家庭 她也无法带着自己一起生活 虽然她试图维护自己的权利 却反而遭到了继母的打骂 此刻黄芳对继母产生了强烈的怨恨 那么刘秋云究竟为何要如此排斥黄芳呢 彼此间究竟有怎样的矛盾呢 随后黄芳带着寻情小组回到了家中 刘大姐 怎么不让她回来住来怪可怜的 她不是这样的意思知道吗 她什么意思 你们也不知道 要别的意思是吧 好好谈嘛 这不毕竟还是一家人对不对 毕竟女儿她还没出嫁是吧 她没出嫁 她小孩都又六七岁了没出嫁 她爸爸没死的话 她一次都没回来 黄芳的继母刘秋云 已是年过半百 当她见到黄芳的到来 她显得十分的厌烦 她表示黄芳十多年的时间里 一直在外生活 而且早已成家生子 如今丈夫刚刚离世 黄芳多次回家吵闹 其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回家居住 而是为了夺走更多的家产 那么明明双方早已拟定了财产分割协议 此刻为何又再起纷争呢 黄芳又是否真的另有所图呢 本来她不是想要回来住 她就是想来炒的炒日的跟你说 她一直就是想回来炒日 是要不要这个房子 还要钱 这钱好像协议你们都协好了 钱不是 钱都给她给狗了 我看到人家说 对我说 她说你钱都 她那个伯伯跟我说 她说钱多给一点给她 没关系 我又看到 我说我也看到她爸爸死了 没有什么 什么的 我说给她多给一点 多给一点算了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来炒呢 就是说你给她18万是吧 就希望这个事情 18万 这个18万你也没意见 对吧 我没什么意见 我也给她了 为什么还要这样来炒呢 谈到父亲近80万元赔偿款 黄芳拿出了当初跟继母及弟弟 签署的财产分割协议 作为父亲的继承人 黄芳分得了18万元 同父异母的弟弟分得30万元 继母刘秋云分得12万元 其他剩余的赔偿款 用于安置父亲身后事 及偿还身前债务 对此双方都没有任何意义 对于家中房屋 协议中明确约定 产权交给弟弟继承 黄芳在出嫁前享有居住权 那么年仅24岁的黄芳 究竟有没有嫁人呢 这个条你认不认可 她的未出嫁之前有使用权 她现在嫁了吗 不是没有嫁 我根本就没有结婚 你没结婚 你一次都没回来过 跟你说 这阿姨说的 你有一个男朋友 你为什么那边不接你 还怎么办 那边他们都知道 包括我村子的都知道 一直分了好多年了 他不是要回来住 他就是要请我 尝试知道吗 就是让你不得安静 就是少少我不得安静 我有什么好调呢 你祖男女 你告诉我 房子 我给弟弟没有 我有没有给钱 我有没有给你 你们分了70% 阿姨你既然写了这个方便喊喊 你就按照这个旅行嘛 对不对 她确实现在也没有成家嘛 也没有个去处嘛 如果有夫家去 她可以去夫家 对不对 刘秀云表示 黄芳早已跟别的男人生了小孩 也拥有婆家 按照协议 如今就不该再回家居住 但对于黄芳来说 那感情只是在她年幼时的一段过往 她也并没有跟别的男人 真正组建家庭 此刻 她只希望有个妻生之所 那么 刘秀云究竟在担心什么 她为何执意不让黄芳回家居住 嫁了就不能回来做了 我嫁人了没有 你没嫁人 你小孩都六七岁了 我那个时候 我爷爷也知道 我爸爸也知道 我是没办法 如果不是你插足了我家里的婚姻 我怎么可能14岁就没有爸妈妈管 我怎么可能那么小就没有人管 你自己在学院里读书 你自己偷偷就跑去 跑到外面去 你爸爸了就回来 老死就打电话给你爸爸 你可以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 黄芳哭诉着说 要不是因为继母曾经破坏了自己的家庭 致使自己没有一份完整的父爱母爱 她是不会选择辍学 过早步入社会 对于继母 她一直在内心深处 埋藏着深深的恨意 难道说刘秋云是担心黄芳报复自己 才选择将她拒之门外的吗 对于黄芳 她是否拥有一丝亏欠呢 阿姨那我问你啊 就是对于他们这个婚姻啊 对于他父母 你有没有人亏欠呢 我也没什么亏欠 那按照他说 毕竟你当初是 插住了他们家庭 对不对 插住他家庭 我说人家叫他爸爸不要跟我 他爸爸又一次要跟着我 我说你又没有钱 你跟着我干嘛 是他爸爸 因应要跟你在一起生活 他一次要跟着我在一起 我说你不要跟我 我说我比你大些 我年纪比你大 你不要跟我 我到生了小孩 我还不想跟他在一起 我说你学过 要小孩的话 这个小孩给你 你不要跟我在一起 他又要跟我在一起 我也没办法 我家里人都不同意 那既然你家里不同意 你为什么要跟我爸爸在一起呢 是吧 我不跟你爸爸在一起 你爸爸又死活要跟着我啊 我又不知道 以前没有到你家里来啊 那你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你跟我爸爸结婚 在一起12年 我爸爸却不可以跟你去扯结婚证吗 我不想去扯 我跟你说 刘秋云解释道 当初要不是因为黄建明 对自己紧追不放 他是不会选择插足别人的家庭 对于黄芳 他也并没有任何的亏欠 一旁的黄芳却反驳道 如果父亲真爱继母的话 父亲不会在整整12年的时间里 都不愿跟继母办理结婚手续 难道说 这段感情背后还另有隐情吗 黄芳 究竟是不是只想单纯的回家居住呢 我当时在签协议的时候 他们说要把房子给弟弟 我有没有说过一句不 我根本就没有 我说 我说这个弟弟是爸爸的儿子 我也希望他过得好 是吧 你不是这样的想法 如果我不是这样的想法 我24岁了 我成年了 我为什么要签这个字 我到今天 我所有的 我一辈子的命运都是因为你 你爸爸弄了这么多钱 给你也只别人不说 那把他爸爸不死 哪有这么多钱给他 你现在有钱呢 知道吗 也不能这么说 他毕竟是自己的爸爸 谁愿意希望自己的爸爸过世 人肯定比钱重要些吧 如果我爸爸没死 我根本就不会到今天 连家门都进不去 如果我爸爸没死 你爸爸没死 你一眼都不会来看 虽然黄芳向继母反复表达了自己 只是想单纯回家居住 并没有要跟弟弟去争房产 可继母却总是放心不下 她坚持不愿接纳黄芳回家一起生活 她究竟是在担心什么呢 两个痛失家人的女人 为何就不能和平相处呢 我觉得可能你心里面有什么顾忌 如果说检验的 让个女儿回来 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对不对 你担心她怎么样了 会把家里面 她尽量回来吵了我 我也我也我也 就是怕以后生活中 一起会发人口角 是吧 她肯定是 她这个国性我也知道 都是放在里头 我都不知道 她也没那么狠心 你小妹子哪那么狠心呢 你不知道 那个肉她还想 她问她爸爸要钱 她说一个饼就炸到我 我都爱话都没说 就是她爸爸骂她 我都爱话都没说 敬目也难当 后白了 对不对 是 我也不知道 他们家里这么复杂 12年前 年仅12岁的黄芳 曾拥有一个完整的家 但自从父亲 结识了刘秋云后 父母之间的感情 就出现了裂痕 当刘秋云 有了父亲的孩子后 父母间的关系彻底决裂 不久 他们协议离婚 从此 在黄芳幼小的心灵深处 埋下了对继母深深的怨恨 虽然她一直是由父亲抚养 但十多年的时间里 她很少回到家中 和父亲及继母一起生活 此时 刘秋云也不愿意重新接纳她 那么黄芳是否真的 只是想拥有一个住处呢 她的生母又是否愿意收留她 随后 寻情小组找到了黄芳的母亲 协商黄芳今后的去处 黄芳对于女儿的现状一直都很是担心 因为自己重组了家庭 婚后还生育了两个孩子 她无法给女儿提供一个栖身之所 那么黄芳究竟有没有家人可以依靠呢 她曾经相爱的男友 又能否为她提供帮助呢 那日刚去十八个人 该人开个店 她爸爸打的公子 在农村里来讲调 这还可以的 黄芳的一礼会了她 旁边她不过 她们无缘 她一十四岁 就把她逼过去了 逼过去了 都给人为了 就是给人家 孤单 孤单 我真的好 我黄芳的离非了 对她和生爱得不大 我相信她 因为她跟她的女婿 也都在人家 把孩子生起来 刚刚忙一遍 我那个女婿就跟她去抓开 抓开了我也没办法 她一个人就在外面 死去漂泊 一直摸得很贵素 黄芳芳的眼婆作地说 要不是当初自己妥协 跟丈夫离婚 女儿是不会过早地步入社会 经历一场错误的恋爱 虽然女儿确实跟别人生下了孩子 但孩子出生仅仅一个月 孩子的爸爸就因为在外打架斗殴 而被关进了监狱 从此 婆家人也对女儿弃之不顾 致使女儿至今也没有一个归宿 对于女儿波折的人生 黄芳芳很是愧疚 现在说自己是一名裁缝 原本她跟前夫拥有一个幸福的家 曾经她还想把乖巧的女儿 培养成一名服装设计师 可就是因为刘秋云的插足 导致自己家庭破裂 使得女儿只能中途辍学 流浪社会 如今女儿无处可去 她也感到无能为力 一旁的黄芳对继母的无情 感到很是不解 她隐隐觉得 一定是继母在隐瞒什么 所以才将她拒之门外 私下里 她甚至怀疑弟弟 并非自己父亲的亲生骨肉 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你起的营运 就是第一点 我从我们家族的特征来看 就是我们家族 其实这样镜头还可以看到 这个夏娥这里是有一点凸的 包括我爷爷 我伯伯 我爸爸 我姑姑 我四个姑姑 全部都是一样的 夏娥有点凸 对 夏娥这里是有点凸的 但是我那个弟弟没有 为什么我爸爸去世 我继母这么着急把我赶出来 他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或者他是不是有别的什么想法 然后我又想起来 我爸爸跟我说 他说再过几年 就把我这个计谋 就是因为他原来前夫有地方 他说干脆要他回到他自己那边去生活 他说让我回来 我们一起 真正的一家人住在一起 我就在想 为什么我爸爸会跟我这样说 考虑到弟弟跟父亲的长相拥有巨大差异 再回想到父亲身前对自己所说的话 以及继母对自己反常的态度 几天前 黄芳偷偷地将弟弟的头发 跟爷爷的头发送往了司法监定中心 进行一次亲缘鉴定 希望以此来弄清继母 是否真的隐瞒了什么秘密 如果说他所生的不是我爸爸的儿子 我当然不想给他 因为我觉得我爸爸已经受鸡骗 给他养了12年 是吧 所以在我们家是没有任何义务的 在我的意识里是这样子的 具体我也不知道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 我反正就是遵循法律的原则 你是出于对你自己的恨 是因为觉得爸爸也会支持你这么做 我觉得我爸爸也会支持我这么做 基于继母对自己的无情 黄芳设想到 如果弟弟并非父亲的亲生骨肉 他不会同意将家中的所有财产 都交给一个跟自己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弟弟来继承 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三天后黄芳拿到了鉴定结果 我才拿到 这个鉴定结果是怎么的 结果形式是怎么的 结果是怎么的 是就是说 根据DNA分析结果 排除一号检材所属人 我爷爷的名字 与二号检材所属人 我弟弟的名字 的同一复习关系嘛 排除 排除 对排除 那这份接近报告 可信吗 这个因为是我自己提供的一个样本 当时我们是签了协议 它是只跟我提供的这个样本 有法律效益 黄芳表示 根据这份亲缘关系鉴定结果 恰好证实了自己之前对继母的猜疑 原来弟弟除了长相跟自家人完全不同外 而且跟爷爷并没有一丝血缘关系 根据父系基因遗传推定 只要父亲跟爷爷是亲生父子关系 那么由此就能证明 弟弟根本就不是父亲的亲生骨肉 他带着疑惑 拿着鉴定书找到了爷爷 那么对于自家孙子的身世 黄芳的爷爷又是否知情呢 俄冠古早前进结果嘛 排除你跟王郎为同意复习关系 就等于你们之间莫得血缘关系 没有 生这个绳子我不知道 生这个绳子我不知道 我那个媳妇是05年离婚的 生了这个绳子最后再离婚 她在非离婚之结束生的 就是她爸爸和您的关系 是亲生父子不 那当然是亲生的了 没点问题的 没问题啊 是不是接怪的 父子 当黄爷爷看到鉴定结果时 他感到很是诧异 并反复琢磨着 儿子明明是自己亲生骨肉 为何孙子居然跟自己 没有一丝血缘关系呢 难道说12年前 是刘秋云欺骗了儿子吗 那么当初刘秋云 究竟是怎样来到黄家的呢 12年的时间里 难道说黄建明 是完全被蒙在鼓里了吗 两个人发生关心之后 本来我的车就不想要了 好 但是那一天学 就书生骨家放浪里 留个人 做我这才打掉一场 毕竟的 现在 你不要也不行了 你不要也要你要的 黄爷爷回忆说 早在13年前 儿子虽然跟刘秋云 有过一段感情 但随后儿子曾试图选择离开 回归家庭 可刘秋云却以怀上了孩子为由 缩使家人使用暴力 迫使黄建明接纳了刘秋云 当孩子生下来后 黄建明这才跟妻子选择离婚 但13年的时间里 黄建明却一直不曾跟刘秋云 办理结婚手续 那么对于儿子留下的财产 该由谁来继承 黄爷爷 又有着怎样的想法呢 黄建明协议婚 黄爷爷表示 既然孙子跟黄家人之间 没有一丝血缘关系 但房屋却是刘秋云 跟儿子翻修的 为了息事宁人 他提出让孙女继承家中 一半的房屋产权 可一旁的黄芳却心有不甘 因为爸爸死后 在银行还留给了弟弟 一笔30万元的抚养费 他觉得此刻已经没有任何理由 再让死去的爸爸 去承担弟弟的抚养费 他决定拿着鉴定结果 向继母讨要说法 那么刘秋云又是否会做出退让呢 阿姨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有些事情 我觉得还是私下跟你说一下 好 你懂吗 这外面人也多 壳也砸 你去外面去调杂 我刚才也咨询了 问了他爷爷的一个想法 你为了他爷爷 他家里现在什么人都要把我 别去外面去跟你说 也没有这么说了 他家里人现在 全部都想把我赶走 你赶走 你觉得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 能把你赶走吗 谁也赶不走你啊 现在是你不对我进屋局 我把你赶走 现在是你待在你身子 你不你接回来去吗 你爸爸不死在这里 你人在哪里 我跟我爸爸刚才好好的理事 你不要在乎你来 我爸爸冒死我们回来 我跟我爸爸 不管怎么样 我爸爸虽然死在你 但是我还是可以回来局 你跟我若气高 再次见到继母 黄芳首先提出了 要求回家居住的简单想法 可继母刘秋云 却依旧态度坚决 不愿做出丝毫退让 一旁的邻居们 更是支持刘秋云的想法 他们也反对 黄芳回家居住 意思我爸爸四个年 我要回来局都过完的 回来局可以 那不就是的 我个有几张新军可以的 不是我个娘母啊 女子哥我小子 你们邻居觉得 这个妹子回不合适 是吧 你们觉得 怎么来了 为什么不合适 我那个妹子 他举给朋友了 我来这个到底啊 他现在也没有一个丈夫啊 他自己的事啊 他忘记妈妈生你个儿子 你来不来 我回家去的 鬼女去的 你还要要要 我来老娘 要住学 哪个妈在 孩子不在一起的 我现在就是干 我就是干 我要为了 你自己忘了 你忘了 我给他好感 三年两个三年一日 他直接在我里 打我了 在周围的邻居看来 按照当地习俗 黄家拥有一儿一女 家中的房产 理应交给儿子来继承 而且黄芳已经到了 出嫁的年龄 此刻就不该再回到 继母身边 影响继母的生活 那么 对于儿子的身世 刘秋云 面对黄芳手中的 鉴定结果 她会有着 怎样的说辞呢 就是阿姨 就是他也 做了一个鉴定 你知道吧 你知道跟你这个儿子 是事情吗 跟你这个小儿子 我小孩子 我知道 做了一个鉴定 你知道吗 做了一个鉴定 你哪个鉴定怎么做 你对这个孩子 能够百分之百 确定是他爸爸的吗 我这个孩子肯定是他爸爸的 要做鉴定 拿去去 去爸爸 在做鉴定 拿去哪个 现在去爸爸 在什么 在这个 还有爷爷 我这个孩子一切死 我还是我老公的 我跟你说 我都还开始 还不想要 他不是要回来住 他如今就是想来家里来操老 对于黄芳手中的亲缘关系 鉴定结果 刘秋云连看都不愿看一眼 便斩钉截铁地说 儿子就是黄芳父亲的亲生血脉 这份亲缘关系 鉴定结果 根本不能证明孩子的身世 他认为 这完全是黄芳 为了想分得家产 而无中生有 颠倒黑白 最后 寻情小组决定 单独跟刘秋云谈谈 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把这个事情闹太僵了 因为有些东西 你自己去 大概都明白人 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一个想法 愿意妥协了 跟他把这个事情 他怎么说了 他爷爷的想法 是这样的 钱啊 就是那些钱 分的钱 那他不追究了 就是关于这个房子 你能不能分一半的房子 我怎么能分一半的房子给他呢 为了能化解这场纷争 私下里 寻情小组将黄芳爷爷的想法 转达给了刘秋云 可刘秋云却并不赞成 黄爷爷提出的条件 他希望 能在当地村干部的组织下 进行最后的调节 一旁的邻居 也劝说着黄芳 不要继续纠缠 通过亲缘关系鉴定 黄芳断定 12岁的弟弟 根本就不是父亲的亲生儿子 对于继母隐藏了多年的秘密 他显得很是气愤 他不甘心将父亲用生命换来的财产 拱手送给弟弟 而刘秋云面对这一份亲缘关系鉴定结果 他显得很是无辜 他没有想到黄芳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自己 可是黄建明已经离世了 不管孩子的身世究竟如何 刘秋云最终是否愿意做出退让 跟黄芳和平共处 随后寻亲小组带着黄芳找到了当地的村支书 希望能够在村干部的调节下 化解这一场纠纷 但是我就是想在这里 因为这是我爸爸建的房子 我当然我就是 哎呀我就是过来分的 可以改出来 可以改出来 我应该都是你爸爸建个网子 我也晓得你爸爸建个网子 一网房 说完了就是说 如果说你明天要在这住的话 都去书记 我做不了住了 你退去是没得罢得 自己退就没罢得 鸡毛 他退 就走一点资金去了 对不对 你退 和个自由 就搞个自由 对 习书连人了 对吧 不是两个矛盾感觉的吗 你可是家里矛盾 最好找到自己的爷爷 自己的伯伯 自己的伯伯 对于黄芳提出回家居住的想法 当地村支书表示 他已经跟刘秋云进行了沟通 如果想要化解这场纷争 他只能让季母出一年的租金 让黄芳在外租房居住 对于黄芳要回家居住的想法 他也表示无能为力 黄芳见村支书也无法帮助自己 他感到很是失落 他站在一旁默默地流着眼泪 最后黄芳的爷爷也赶了过来 你怎么会这样做 我跟他把我里留下了 我跟他把我里留下了 他把我里留下了 他把我里留下了 我跟他在我的学书说 我跟他说要经得跟我爸爸说 他不经得着 如果把我山里留下了 他没的 我自己长得理下了 他干嘛的 谁长得理下了 我跟他说弄下了 你是不是打你男的 你是不是打你男的 我你第二次干呀 只有你王哥哥的三星来 他这个脚也飞不起 我一个人把门靠了 就是我不是出去 没没 今天干你 赶紧红的干 没接着打人 你个啥 上来外面进来去 你只有你一万 上来个钱往我那打 现在我对我扶着有他丫 我也扶着他 是我的媳妇 我已经不开始不过家了 这个有丫 有媳妇的话 真的不过车 看到孙女依旧没能回家居住 年过八旬的黄爷爷 感到十分的气氛 对于这个儿媳妇 他早已失望透顶 他叫来自己的大儿子 决心一定要让孙女 住回自己的房屋 就是说作为爷爷 作为伯伯 你说你还是支持这个女儿 我这是她为了决 我要住 但是决 必须要供应你决 要决在规矩 不能够两个人 见面去吵架 你何为贵还是 你不能够 你不能够 那当然 你要是跟姑娘 有什么呀 见面的呀 你让我个爹 把以前的楼子翻起来 那就不对了 那就是来过来自成报 对对对 但是说 如果说她这个她的寂寞 因是不让她住 你们怎么办 绝对要采取枪子措施 我绝对要打开门 就要让他进去 你以前就是跟她沟通过也 是吧 你以前也决你 我不想沟通 我就跟她决你开 以前我都不把开 不管你 不管你什么关系 我再开 去问你晓得 我管 我管你 就这样子 她就今天 如果说哪个人不开 我明天就把门打了 黄方的大伯表示 对于黄朗绅士的问题 她并不打算过多追究 毕竟弟弟已经离开了人世 家中也需要一个儿子 来继承家业 对于侄女以后的去处 她坚持同意 暂时回家居住 否则她将于明晚 强行破门而入 第二天 黄方带着爷爷 再次来到了家中 希望能跟继母 做最后的协商 虽然黄方想尽办法 试图回到自己的家中 可刘秋云 却始终不愿打开房门 那么黄方的大伯 又是否能做通 刘秋云的工作呢 带着一脸沮丧 黄方伤心地 来到了父亲的坟前 爸爸 你死干的 但是救命 我才得管和你 哪天请我要打电话 我爸拼个了 我十二点多 我要跟我爸说 我要回家 但是我没打 我没打电话 我没打电话 我最后来打电话 我没打电话 我对他有没打电话 我没打电话 我没打电话 真的是你 我们在一段落后 妈 在父亲出事的那天 黄芳清楚地记得 他本决定要在当天晚上 回家跟父亲吃上一顿晚餐 增进一家父女感情 原本他想着 要跟父亲通过电话 提前约定 可碍于父女之间的隔阂 他并没有告知父亲 让父亲在家等待自己 而随后接到的 却是父亲沉重的恶行 对此 他一直懊悔不已 如今 对于弟弟的身世 他真的不知道 该如何面对 你一个月要脱跑 把死门绑 你难以死 你看 留情我年纪 待着你 要把你尴尬 如果你在梦里头 你也敢 你看他老狗里 他真要死 我老狗里 我老狗里 我只剪定的时候 我只剪定的时候 我的心里 我还没人 我如果他 你个财 我能摸着 你 看你 但是也在 他只要去来 摸着你个财 我想 我不够了让你 但是你 埋没一个剪定 就辛苦过几个 我几个 放下的 老狗里 对于家中的房屋 及弟弟分得的抚养费 黄芳不甘心就这样 让给一个跟自家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弟弟 他希望父亲 能支持自己 保护好父亲 用生命换来的这份财产 他内心挣扎着 要不要使用法律的武器 将继母及弟弟 告上法庭 我听我们记者说 你现在心里很纠结 是带着疑问来 我们演播室的 希望能听一听 我们的意见 对对对 但我首先想知道 你心里的想法呢 你有什么愿望 有什么顾虑 我的顾虑就是 因为在农村里 他们都觉得 就是说 要给我爸留个后 所以说他们不太赞成 我去走这个司法程序 他们觉得 万一我走了司法程序了以后 我爸都没有一个后 就是然后 也因为这个事情 确实给我家里 造成了很大的娱乐压力 你觉得很理直气壮 但没想到 街坊邻履 他们都不支持你 反而给了你很大的压力 好像觉得你 你觉得自己在做一件 对的事情 对 但一说出来 大家都说你不对 对对对 然后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吧 我的顾虑 我是这样子的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有没有心 在这边 因为确实我继母跟我爷爷 就只说跟我爷爷 他是那种形同末路一样 每年我爷爷的生日 过年过节 他根本不会去我家里 去看一眼的 好 那么我就担心 担心我爷爷 他们去世之后 我大伯更加年纪大了之后 但这个房产落到了 我弟弟手上 他会不会把我爸爸辛苦 建的房子 一转手给卖了 那以后我的 我该怎么办呢 是吧 这一点 其实我是这样考虑的 就总之其实 你特别希望能够在这 像街坊邻履 私房亲友表白 你并不是为了增加产 对 更多的是希望 你还能成为 就是代表你爸爸 继续当这个一家之主 把这个家保护好 对对对 我是想保护我们家 我是想保护我们家 正常的一个权益 是挺纠结的一件事情 但首先我们要表明 一个态度就是 第一 你去还原这个真相 打这个继承权官司 在法律上 你是有依据的 从法理上来说 你是可以得到保护和支持的 首先从法律层面 应该说你的这个行为 是被认可的 从道德和情感的层面上来讲 我觉得你打官司 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因为显然你 对继母没有情感 对吧 从道德层面来讲 也无可指责 为什么我们所有人 也不会很难做出一个决定 说我们支持你 一定要去打 一定要打到底 我觉得更多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这个决定 完全真的是你自己的 个人的自主的选择 别听从外界的评价 外界的压力 你问你自己 这个事对你到底来说 有多重要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 影响我跟我大伯 甚至其他亲人的关系 我想更加珍惜他们 但是我却没有能力 去做到一个 世事都周全的一个境界 然后我也想放下 但是每次的时候 其实我爸经常托梦给我 他就是那样对着我笑 他也没有开口跟我说什么 他就是对着我笑 我想也许 这是他让我经历 慢慢经历 让我学会一个人 去面对很多很多 我刚才已经听出来了 你不纠结 我想告诉你 我的意见就是 我支持你内心的想法 你自己的想法 如果你就像你说的 你认为这件事情 值得去做 那我会支持你去做 因为这是一个 完全属于你个人的权 个人的决定 你有权利 做关于你自己的决定 但我们追求的是 首先你自己问心无愧 你做的是你愿意做的事情 是一个正当的事情 如果符合这两个前提 是一个正当的事情 也是符合你的愿望的 那即使不能得到 所有人的理解 也没有关系 因为也总有一部分 理解你的人 黄芳思先想后 挣扎了许久 最终 他倾听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哪怕将来受到众人非议 他也要跟继母对部公堂 捍卫自己的权利 以此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随后他向律师进行了咨询 我就想请问一下 像我这种情况 我可以去申请法律保护 我的共同正常的权利吗 从你们签的那份协议里面来看 我认为 你们当时三方签订了 这份遗产分割协议 是基于你的弟弟 是你父亲的一个 亲生儿子的一个前提之下的 也就是说 你父亲去世之后 你的弟弟是作为法定继承人 来签订这个遗产分割协议的 如果说你有一个充足有效的证据 证明你的弟弟并非是你父亲的亲生儿子 也就是说你的弟弟并不是你父亲去世之后的 一个法定继承人 那么你们三方签订了这个遗产协议 你这弟弟就上市了这个继承的一个资格 那么你当然是可以向法院通过诉讼的方式 来要求撤销这份遗产变更的 遗产的分割协议 或者说要求法院来 变更这个遗产分割协议里面的一些内容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2年前 黄芳原本拥有一个幸福的家 她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考上一所大学 当一名服装设计师 工作结婚生子 可是命运弄人 自从父亲遇到继母之后 她的人生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原本美好的人生轨迹 开始变得曲折不堪 接踵而来的沉重打击 虽然让她走得异常艰难 但也让她拥有了独立的性格 最终 她明确了自己的想法 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对父亲的财产 重新进行分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